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3月9号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云飞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也是目前两会的一个热点 昨天下午 香港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中联办主任郑彦雄在参加审议时表示 完全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认为方案落实20大和20届二中全会 关于深化机构改革的重大部署 郑彦雄指出 回顾香港从油乱到制 走向油质极星的重大转折 党中央2020年及时调整港澳工作领导体制 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性一招 实施已经 并将继续证明 不断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 优化改革港澳工作领导体制 才能确保党对一国两制事业的有利领导 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实践 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2020年港澳工作领导体制调整 是指2020年2月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取代2003年起设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强化中央对港澳工作的全面领导 由韩正担任组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担任常务副组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港澳办原主任张晓明 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时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时任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印 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成效有目共睹 但是却有组织依然试图扭曲国安法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委员会 日前就香港根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的国际公约 提交的第四次报告 声称香港国安法令香港司法独立实际已被废除 竟要求检讨香港国安法 特区政府随即发表声明 对委员会无视特区政府代表团 早前所做的说明和澄清表达强烈反对 特区政府发言人批评委员会 偏听偏信部分不实信息和歪曲报道 在有关所谓结论中一面倒 妄议香港人权状况 甚至将审议工作政治化 可见相关委员会首先是曲解了香港国安法 其次是选择性忽视香港国安法实施 无损司法独立的事实 这一次的事件明显又是一波政治操作 这也侧面反映出某些国际上稍有声望的组织 在一些议题上可能只是西方国家的一枚棋子 再来关注47名蓝炒派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 作为被告人之一的毛孟静 其丈夫早前因肺炎入住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包括彭定康在内的54名英国国会议员及政客联署 敦促英方跟特区政府交涉 要求特区政府以人道理由立即释放毛孟静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英国政客利用联署信向香港法院施压的行为 毛孟静的家人不但不领情 还发表声明以求跟对方割席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毛孟静的丈夫已经离开了深切治疗部近三个星期 期间并没有英国国会议员就联署联络她 或是询问她的意见 对毛孟静及其家人而言 这封联署信不但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实质帮助 反而使他们陷入了勾结境外势力的嫌疑 某程度而言 毛孟静家人的歌席声明揭穿了部分英国政客的伪善嘴脸 其实部分英国政客这些操作 不过是想塑造自己反华的形象 以便在英国内部捞取政治资本 过完明天就是周末了 节目的最后来为大家推荐一个周末游玩的好去处 明天2023年香港花卉展览将在维多利亚公园开幕 这届花展以绣球花为主题花打造四季为题的独特远景 花展入场费为14元 优惠收费为7元 包括4至14岁的儿童 全日制的学生 60岁及以上的长者 残疾人士及其照顾者 星期一至星期五期间也有设入场的优惠 值得留意的是 这届花展还设有灯光音乐会演 会在每晚7点30分及8点30分为园林打造特别的效果 看来这次的花展真的是可以从白天晚到晚上 不停的打卡拍照 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不仅如此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也为香港花卉展代言 杨润雄等穿上汉服扮彩子 录制视频向全国网友推荐香港旅游 他们有别于平日网民心中严肃有距离感的刻板印象 开始推荐香港的各项盛事 再来关注一单最新的消息 据悉已解散的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前主席 前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妻子邓燕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在赤住监狱外被警方国外助人员拘捕 消息透露邓燕娥在2021年9月离开了香港前往英国 但早前秘密回港 资料显示邓燕娥长期出任职工盟要职 涉嫌参与管理职工盟境外势力的资金项目 职工盟于2021年10月初宣布解散 李卓仁因2019年及2020年参与多宗非法集结案 被判入狱总行期20个月 以上就是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